康熙晚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九子多迪事件 康熙的九位成年皇子参与到皇位争夺战中 同时也形成了几大党派 这九位成年的皇子分别为大哥印之 二阿哥印仁 三阿哥印之 四阿哥印针 八阿哥印四 九阿哥印堂 十阿哥印额 十三阿哥印祥和十四阿哥印体 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老四印针胜出 成为大清朝下一任皇帝 那么如果按照出身来看 印针真的就是身份最高贵的一个吗 显然不是 因为太子印仁的身份是最高的 那么这九位皇子的出身高低 该如何排序呢 本期大学是就从四个维度 跟各位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呢说说 康熙后宫妃子的等级制度 清朝入关后 清朝的后妃制度到康熙时期 才基本上完善 这套制度给后宫的妃子们 指定了尊卑排序 一共分为九个等级 分别为皇后 皇贵妃 贵妃 妃 贫 贵人 恕妃 常在 答应 其中皇后为后宫之首 仅设一位 皇贵妃为后宫地位等级第二位 也设一位 贵妃位列第三等 设两位 之后的妃设四人 贫设六人 再之后的贵人 恕妃 常在 答应 就没有具体的人数规定了 按照皇帝的心情来定 康熙的一生拥有六十五位后妃 四位皇后 三位皇贵妃 一位贵妃 十一妃 十品 十四贵人 四属妃 常在九人 答应九人 这些后妃 一共为他生育了三十五个儿子 和二十个女儿 这套后妃制度 便立了皇帝对后宫有效的管理 也便于区分皇子的出身 毕竟大家都是一个爹 各自身份的高低 只能通过母亲地位的高低来体现了 也就是所谓的紫衣母贵 了解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九位皇子生母的最终封号 答应之的生母 叶和那拉氏 最终的封号就是惠妃 二阿哥应仍的生母赫舍离氏 最终的封号为孝成人皇后 三阿哥应指的生母马家氏 最终的封号为荣妃 四阿哥应征的生母乌亚氏 最终的封号为孝公人皇后 八阿哥应死的生母位氏的最终封号为梁妃 九阿哥应堂的生母郭罗罗氏 最终的封号为怡妃 十阿哥应鹅的生母牛骨罗氏 最终的封号为温熙贵妃 十三阿哥应祥的生母张家氏 最终的封号为静敏皇贵妃 十四阿哥应提与四阿哥应珍是同母兄弟 生母为孝公人皇后乌亚氏 其中惠妃 戎妃 怡妃与德妃是康熙时期的四大妃 排取依此为惠怡德容 从九位皇子生母最终的封号来看 他们身份高低的排序 从高到低 以此为二阿哥应仁 四阿哥应珍 十四阿哥应提 十三阿哥应祥 十阿哥应鹅 大阿哥应之 九阿哥应堂 三阿哥应旨 八阿哥应四 但是按照这个原则来排序 显然是不合理的 既然是出身 应该是他们出生时母亲的地位 而不是最终被封的地位 毕竟这些人里面 有好几个是去世后追封的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他们各自出生时 身份地位的高低 达哥应之生母夜和那拉时 入宫之初 被封为属妃 康熙十一年生下应之 康熙十六年晋升为惠妃 二十年晋升为惠妃 位列康熙四大妃之首 此后他再也没有进封 所以应之出生时 他母亲仅是个属妃 惠妃出身并不高贵 他的父亲索尔和仅是一个从七匹的私库 因此 毁妃入宫后的名分并不高 为格格 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答应 不过 毁妃随后得到康熙的宠爱 并生下两个皇子 得以荣居似妃之首 其实 应之并不是康熙第一个儿子 在应之出生之前 康熙有四个儿子 分别是承睿 承护 承庆 赛因查魂 承睿和应之的同母哥哥 承庆在前两年就夭折了 承胡是中宫皇后贺舍李师所生 但也在应之出生前二十天病逝 到应之出生时 康熙只有赛因查魂一个儿子 不幸的是 也只活了两岁 因此 应之变成了康熙的长子 或许是前几个儿子的夭折 深深地刺激了少年康熙 从应之开始 康熙改变了给儿子取名的规则 给应之起了个独特的名字宝青 不过 就在应之出生两年后 中宫皇后贺舍李师 在此分娩生下皇子 取名为宝城 这位便是被康熙两立两废的太子应仁 二阿哥应仁的生母贺舍李师 是康熙帝的正宫皇后 是大清朝第三位从大清门抬进来的皇后 两人于康熙四年大婚 康熙十三年生下应仁 不过一个时辰之后 贺舍李师就去世了 康熙帝追风 他被人小皇后 所以应仁是妥妥的嫡子 贺舍李皇后 满洲正皇妻人 首辅索尼的嫡孙女 父亲是领事卫内大臣嘎布拉 叔叔是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 出身在如此显赫的家庭 贺舍李师 无论嫁到哪里都观绝后花园 康熙早年 为了制衡敖拜 贺舍李师家族 自然成为孝庄拉拢的对象 康熙和贺舍李的感情 是非常深厚的 从两立两废的太子应仍便可见一二 三阿哥应指的生母马家是 在康熙十六年三月生下应指 当年八月晋升为荣品 康熙二十年进封为荣妃 位列四大妃第四位 此后再无进封 所以应指出生时 她的母亲也是个淑妃 马家是出身于满洲正皇旗 父亲盖山是清朝的原外郎 因此她的家世并不显赫 她十岁的时候就入宫 在十五岁的时候 被十三岁的康熙帝纳入了后宫 十年之间为康熙帝生下六个孩子 可见两人感情很好 四阿哥应针的生母乌雅士 在生下应针时 仅是宫女的身份 地位更低 康熙十八年晋升为德平 二十年晋风为德飞 位列四大妃第三位 此后在康熙朝梅在晋升 雍正纪委后升为皇太后 八阿哥应四的生母卫士 是褒义出身 生下应四的时候 也是底下的褒义身份 直到应四八岁时 康熙二十八年才晋升为平 康熙三十九年晋升为梁妃 此后再没有晋升 所以应四的地位更低 也间接影响了 应四在夺嫡之争中的胜算 九阿哥应针的生母 郭露罗氏 在康熙十六年 被封为一品 康熙二十年封为一妃 两年后生下应针 所以应针出生时 她的母亲 已经是四妃之中 位列第二的一妃 十阿哥应额的生母 牛古露氏 在康熙二十年 被册封为贵妃 两年后生下应额 所以应额出生时 母亲已经是贵妃 在九子夺嫡中 除了老二应仍的 生母贺舍李氏 是皇后以外 只有老十的母亲 扭呼噜氏是贵妃 老二和老十母亲家族的实力 可以说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扭呼噜氏 是康熙朝初年 另一位辅政大臣 鄂碧龙的女儿 尽管从个人地位而言 索尼也许是高于鄂碧龙的 但从家族实力上而言 扭呼噜氏家族 是反过来要高于赫舍李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扭呼噜氏家族非常雄厚 鄂碧龙的父亲 也就是老十的太老爷 叫鄂一都 他是真正的满洲第一代巴图鲁 同亲太祖努尔哈赤 是一起兵的 在当年就位列义政五大臣之一 他不仅在战场上勇猛 在家里也是一样 一共生了十七个儿子 而鄂碧龙排行第十六 更重要的是 这些儿子们大多勇猛善战 总而言之 鄂一都这一大家子人 全都是清朝初建时期的开国元勋 他们家族里的人所担任的官职 包括义政大臣 领事位内大臣 兵部尚书 吏部尚书 公部尚书 户部尚书 刑部尚书等等 不计其数 所以说老是出身在一个富贵人家 爱新觉罗皇族和纽护路氏家族 在清朝初年 是联姻最频繁的一对组合了 鄂碧龙还有个女儿 是康熙皇帝的第二任皇后 十三阿哥印象的生母张家世 也是褒义出身 在康熙朝没有封号 仅是属妃 去世后被追封为敏妃 还被雍正给康熙合葬在一起了 十四阿哥印体的生母乌亚氏 在康熙二十年 被封为德妃 位列斯大妃第三位 印之出生于康熙二十七年 所以 这时印之的出身 算是比他四哥印珍要好得多 从九位皇子各自出生时 母亲的身份地位来看 她们身份的高低 由高到低排序如下 二阿哥印仁 母亲为皇后 十阿哥印额 母亲为贵妃 九阿哥印堂 母亲时为乙妃 十四阿哥印体 母亲时为德妃 大阿哥印之 母亲时为淑妃 三阿哥印之 母亲时为淑妃 四阿哥印真 母亲时为宫女 十三阿哥印象 母亲时为宫女 八阿哥印四 母亲时为心者库建壁 这个排名仍然是印仁地位最高 印字地位最低 大学士认为 这种排名是比较合理的 除了按照生母地位排名以外 还有一种排名 是按照养母的身份排名 因为清朝有规定 生母的后宫未分 在品位以下 皇子刚出生 或者幼年时 生母婚事或犯错 会受到剥夺 抚养权的处罚 这三种情况下 需交由地位更高的妃嫔 或皇后来抚养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养母们的地位 大阿哥印之出生时 母亲仅是个没有封号的淑妃 加上康熙前几个儿子造妖 所以印之在内务府大臣 嘎里家养着 后来叶和纳拉市 被册封北回平后 印之才回到宫中 被亲生母亲抚养 也算是生母养大的 二阿哥印人的生母 在他出生后就去世了 为感念赫舍礼士 康熙帝亲自抚养印人 三阿哥印之 被送到内大臣 戳尔基家里抚养 母亲进封北荣妃后才 回到宫中 四阿哥印珍出生时 母亲仅是个宫女 印珍便交由当时的贵妃 同家是抚养 也就是后来的孝义人皇后 八阿哥印子出生时 母亲地位更低 便交由贵妃和贵妃 同家是抚养 不过同家是抚养的时间极短 大部分时间都是由贵妃抚养 所以在夺底初期 老八和老大是一堆的 九阿哥印堂 一直由母亲宜妃抚养长大 十阿哥印儿十岁以前 跟着母亲生长 十岁那一年 母亲去世 她交由宜妃抚养 所以老九和老十两个人 感情非常深厚 十四阿哥印想出生时 母亲地位低 所以交由得妃抚养 这也是 她与雍正帝关系 比较好的原因 十四阿哥印提出生时 母亲就已经被封被得妃 所以她跟着母亲长大 母亲更偏爱 十四阿哥更多的原因 也是她与四哥印针 关系不好的 一个原因之一 通过上述所述 九位阿哥地位的 高低排序为印忍 印针 印额 印支 印刺 印堂 印提 印祥 印纸 综上来看 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 进行比较 九位皇子的地位 有明显的不同 但是唯一相同的是 地位最高的是 二阿哥印忍 谁让她的母亲 一开始就是皇后呢 顺便我们再来看看 康熙的四位皇后 分别是谁 1661年 入主中原不久的 大清王朝 根基卫文 百废戴兴 作为清军入关后的 第一位皇帝 顺志在位十八年后 撒手人寰 将一个摇摆的江山 交给了年仅八岁的 康熙帝玄业 康熙继位后 顺志的母亲孝庄 以太皇太后的身份 临朝听政 做最后的决策者 但是顺志仍然在 遗诏中安排索尼 苏赫萨哈 厄比隆和敖拜 为四大辅政大臣 为了避免诸王争处的乱居 顺志在给儿子选择的 辅政大臣里 没有皇家亲王 四大辅臣中 奸臣敖拜 以军功封功绝的 满洲第一勇士 势力不断做大 成了康熙祖孙最大的政敌 苏赫萨哈 当年靠铲除多尔滚 成了正白旗旗主 受到敖拜打压 成了十足的挺地派 诈臣厄比隆的家族 纽护路氏 是满洲八大兴士之一 康熙继位后 又给他特进一等功 加太师 实力自然不能小觑 可厄比隆却两不相帮 做了个骑墙牌 不过 为了八脚敖拜 他还是让自己的大女儿 拜敖拜为干爹 小臣索尼 则是一只老狐狸 坐在首府的位置上 坐壁上官 老谋深算的孝庄太后 打起来政治联姻的牌 此时 索尼的孙女 敖拜的女儿 厄比隆的女儿 尚带子归忠 为了巩固康熙与 四大俯臣之间的关系 孝庄再次出手 让康熙与四大俯臣 进行了联姻 康熙十三岁那年 他让敖拜的女儿 嫁给了苏克萨哈的儿子 又通过联姻 康熙成了索尼的孙女婿 和厄比隆的女婿 厄比隆的女儿 又是敖拜的干女儿 最后孝庄 让康熙侧理索尼孙女 作弊上官的索尼 便举全家之力 驻康熙剪出敖拜及其余党 但不久 康熙六年六月 索尼谢世 七月 苏克萨哈齐情 守护弗林林寅 敖拜借此机会 罗织二十四大罪状 杀了苏克萨哈 为其擅权专政扫兴了道路 敖拜越做越大 却不料 康熙八年 新政的康熙 采取果断措施 铲除了敖拜及其集团 而索尼的两个儿子 先后成为领事卫内大臣 官居一品 直接掌管皇帝的保卫工作 索尼的三子索额图 还继承了大学士 辅政大臣的位置 同样是皇亲国戚的厄比龙 因与敖拜走得近 被康熙王杰书 以十二款罪名弹劾 虽被削取太师之职 夺视觉 下于论死 但最终 康熙念其为顾命大臣 且是熏臣之子 命仍以公爵素为内庭 之后 鄂碧龙病重 康熙还亲临府邸慧问 毕竟 他也是康熙的岳父之一 让鄂碧龙生前 绝对想不到的是 在他死后四年 他的大女儿 扭呼噜 东朱被康熙立为皇后 视为孝昭人皇后 也就是 十二歌隐额的姨妈 第三任皇后 是孝义仁皇后 同家事 孝义仁皇后 是满洲乡黄启人 同图来的孙女 领事卫内大臣 一等宫 同国为织女 兴师祖孝康张皇后的侄女 因此也是康熙帝的嫡亲表妹 雍正帝出生 就由同家事抚养 所以说雍正馆 同国为教舅舅 康熙帝的第四位皇后 是孝公人皇后乌雅氏 孝公人皇后乌雅氏 是满洲 郑黄启人 护军参领威武之女 康熙帝的妃嫔 雍正帝的生母 她在康熙帝的后宫中 经历了从宫女到皇后的转变 她在康熙帝的妃子中地位 并不显赫 但她的儿子雍正帝登基后 她被追封为皇后 康熙皇帝除了四位皇后 后宫嫔妃众多 所以她子嗣也非常的多 请不妙地